之後,這邊你可以追過來,追多少?追這一半,一半的二數 然後這邊可以畫一條線,當輔助線 那輔助線畫出來之後,再來這邊有一條線 那這一條線剛剛高了我們70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條線往上偏移70,就會有個焦點 那利用這個起點,終點就可以畫出來了 畫出來之後的話,另外一邊就近色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這邊有個100,對不對?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過來有沒有,畫一條線50,然後近色過來也是50 那上面的部分就畫出來了,對不對? 那畫出來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就切到什麼? 這個是上式圖,對?再把它切到東南,等一下,把它分別擠出 擠出之後的話呢,那擠出的高度就要看哪裡呢? 各位就可以看這個,這個是上式圖,對? 那高度部分你可以參考一下,它的右式圖或者是前式圖都有高度 不過呢,現在畫的部分呢僅限於哪裡呢? 前式圖的上半部,有沒有?上半部部分 那下半部是第二階段畫的 而且它這個有個底座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底座,那這個底座也要是有弧啊,那它怎麼把它剛好 底座要做出來? 各位還記不記得以前有個 前面有交過一個叫 什麼呢? 一個指令,還記得嗎? 一個叫回旋的 我們前面有用 有沒有? 回轉 這個回轉 這個回轉呢 一要外面的 二要一個軸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畫出一個形狀 再讓它轉出來,它有個底座嘛 不然這個底座 其實也挺麻煩的 那這個底座的話,等一下再講 那分別把這個擠出高度,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分別擠出多少 擠出 幾個高度 第一個的話呢 是 這邊有個 這個高度 分